以乙烯安分為例子呢 如果是500毫克的劑量 每次可以吃一到兩顆 試你自己不舒服的情況去做增減 每四到六小時可以吃一次 那一天建議是不要超過八顆的劑量 如果超過這個量呢 可能會有一些藥物過量的問題 伴隨呢可能是有一些 噁心嘔吐不舒服的症狀產生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怡安 打完疫苗之後呢 大家都很擔心發燒燒個不停 也擔心會頭痛肌肉痛全身痛 到藥局挑選的時候呢 每種藥的成分又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到底應該怎麼買呢 不要擔心這集就來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挑怎麼吃才最安全有效 其實不建議大家事先的 服用任何的退燒止痛藥 那由於有些人打完疫苗 可能會有過敏的狀況發生 也不建議大家先服用 抗組織案類的藥品 避免延誤就醫 如果在打完疫苗之後呢 有發燒、頭痛 或是肌肉疼痛的狀況發生 都可以吃一些解熱陣痛的藥物 來緩解症狀 那常見呢 像是乙西安分、 acetaminophen 或者是肥類護唇的止痛藥 像是 ibuprofen 都是大家比較容易可以取得的 那如果說你已經發燒超過48小時 或者是說有其他的護膝道症狀產生的話 就建議你要進度就醫了解一下狀況 我們在選購藥品之前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留意它的成分跟劑量 如果每種產品的設計不同 可能會影響到它裡面內涵的成分 那如果說不多加注意 可能就會造成用藥過量的問題 以乙西安分為例的話呢 成人每天的上限是4000毫克 ibuprofen則是3200毫克 那再看到藥品的外觀呢 它會清楚的說明用法 多久用一次那一天最多可以用幾次 主要的成分也會列出來給你參考 那像這樣子附方的藥品呢 它並不是所有的成分都是我們本次需要的 大家就要去試情況做評估 如果說想要知道更多藥盒的資訊呢 也可以參考我們的這支影片 以乙西安分為例子呢 如果是500毫克的劑量 每次可以吃1到2顆 試你自己不舒服的情況去做增減 每4到6小時可以吃一次 那一天建議是不要超過8顆的劑量 如果超過這個量呢 可能會有一些藥物過量的問題 伴隨呢可能是有一些噁心嘔吐不舒服的症狀產生 那如果你在服用藥物之後 有任何不舒服的狀況也要禁促就醫 如果在注射部位呢有發生疼痛或是腫脹的情形 可以使用濕毛巾做冷敷 那如果說你有發燒就要記得多喝水 然後穿著比較輕便的衣服並且多休息 必要的時候呢也可以使用像是退熱貼這樣的產品來做輔助 目前呢並沒有明確的資料表示說吃退燒藥會影響到疫苗的效力 那疫苗的副作用呢跟年齡或者是本身免疫力的強弱 其實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疫苗的副作用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生的 所以並不需要太過擔心喔 打完疫苗有點發燒不舒服都是正常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已經連續發燒超過48小時 甚至有其他的呼吸道症狀產生的話 就要盡快去看醫生囉 除了試情況呢可以適當的吞服退燒止痛藥之外 適度的補充水分與營養並且多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一起成為防疫小尖兵吧 如果說想要知道更多藥核的資訊呢 也可以去看我們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 再一次 欸會頭痛嗎? 有喔 有齒痛 有齒痛 還是他牙齒太痛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並且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囉